今天甜意要跟大家介紹的是飲品系列 那我們今天分成豆漿系列、香蕉系列、南瓜系列 還有我們的育腸系列 那首先是我們的豆漿系列 那第一個是特調豆漿粉、豆漿牛奶粉、豆漿紅茶粉 那香蕉系列的部分是香蕉牛奶粉、香蕉奶茶粉 南瓜系列是南瓜牛奶粉、南瓜奶茶粉 最後是玉香系列 分成玉香牛奶粉、無色素、玉香奶茶粉、無色素 最後一個是玉香奶茶粉、有色素 特調豆漿粉呢 它因為豆漿粉的成分的比例佔的蠻高的 所以它喝起來的豆漿的香氣是蠻濃郁的 那豆漿牛奶的部分呢 就是你可以喝得到有牛奶的香氣 然後還有帶一點豆漿乳香 那如果說你想要喝有茶的風味的話 你可以選擇我們的豆漿紅茶粉 那喝起來就是帶有一點茶香 然後還有豆漿的香氣 那香蕉系列的飲品呢 那我們香蕉系列呢 像我們這個香蕉牛奶 它就是可以喝得到濃濃的牛奶香 還帶有一點香蕉的風味 那因為這支產品呢 因為它本身它的顏色比較白 所以我們有添加一些貝塔胡蘿蔔素 增加它一點顏色 那香蕉奶茶也是如果你想要喝到有一點茶香味 也可以選擇我們的香蕉奶茶 它裡面有茶香跟一些香蕉的風味 那我們現在來介紹我們的南瓜系列 南瓜系列呢 分成南瓜牛奶跟南瓜奶茶的部分 那我們田藝所嚴選的南瓜粉呢 是經過挑選南瓜 然後經過古絲乾燥後 所噴霧出來的那個南瓜粉 因為加了牛奶 所以它跟牛奶的香氣很搭 然後另外如果你希望想要有茶香的部分的話 也是挑我們的南瓜奶茶的部分 然後接下來是芋香系列的部分 再來是芋香牛奶的部分 芋香牛奶的部分呢 我們主體還是以芋頭粉為主 然後芋頭粉呢 是由天然的芋頭把它調成薑後 再經過噴霧乾燥所製成的 然後芋香奶茶部分呢 我們分為無色素和有色素的部分 我們田藝希望是以天然的為主 所以主要是以無色素的為主 但由於房間有一些是有色素的部分 色澤看起來就是更像芋頭的顏色 所以我們還會特調一支有色素的部分 那要怎麼來製作呢 我們製作的部分呢 我們的粉都是100克的粉 加700CC的熱水 然後由於我們的特調豆漿粉 含的豆漿粉比例比較多 所以我們的水量可以增加一點 大約在700到750CC的熱水 攪拌均勻就可以了 那我們接下來就示範 就是接下來的應用部分